大家好 我是牛叔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科幻战争皮特铁甲战神 故事发生在不久的将来 一个神秘外星文明攻陷了地球 派出无数机器人祸祸人类 地球上的各大城市率先受到攻击 政府啊军队啊都失去联络了 人类进入无政府状态 世界各地的人民群众开始自发反抗外星人 当然也有些人忙着内斗祸祸自己人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非洲大陆 那里的情况大家都有所了解 即使没有外星人入侵 那边也是常年战乱 本片的主角正是美国驻非洲乡村办事处 海绵宝宝陆战队员谢永强 人物出使地点是在监狱里 被谁关进来的 怎么关进来的 不得而知 因为他的另一个设定是失去了记忆 而且这个记忆失去的有点多 连地球被外星人侵略了都忘了 可能连吃饭用奶支手也忘了 还好在他的隔壁有个法国军医 留意的人开始给他普及各种知识 咱们可爱的地球啊 正在被外星人所揉炼 另外这个东西叫香蕉 这个东西是苹果 英文名字是apple 跟我一起读apple 永强瞬间感觉生活明朗了许多 俩人正在这学习生活小常识 从门外冲进来一群暴民 看大妹子刘云人长得挺漂亮 要非礼他 那永强能答应吗 就和他撕破起来了 要说撕破 谁能撕破过主角啊 四四八八就都被撕破了 现在四处战乱 没有安全的地方 永强提议回美军基地 没准那里还有反抗的力量 刘云人给他指引方向 俩人踏上了回家的征程 在半路上又遇到了一群暴民 这回不是非礼刘云人了 要抢他们俩的水 既然不是劫色 那还有得商量 永强暂时没跟他们撕破 举起了头像的小手 其中一个老黑 看到了他手臂上的飞碟纹身 当时就炸了 说他是外星人的间谍 要枪毙他 那还说啥了 永强没忍住 和他们撕破在一起 简简单单的把他们又死了 通过逼问得知 在山的那边 海的那边 有一个雷达站 雷达站的上空 漂浮着一个飞碟 飞碟的图案 跟他的纹身是一样的 所以怀疑永强 是外星人的间谍 永强多么冤枉啊 我堂堂人类 怎么就成了外星人的间谍 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 他们俩朝着雷达站的方向进发 在半路上 又遇到了一群暴民 这回不解色不解水 而是把他们当成了诱饵 吸引机器人的攻击 这次埋伏相当成功 一顿混战之后 把一个机器人给干零碎了 但是又杀出两架机器人 暴民们落荒而逃 永强和刘英人也趁机跑了 他们再往前走 遇到了一个 身受重伤的战地记者 战地记者提供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他曾经见过这艘宇宙飞船 恐怕这艘船 就是外星人的指挥部 只要按照相机中照片的线索 他们就能找到这艘船 刘英人和永强 想拉着记者一起走 但是记者知道自己快不行了 不想拖累他们俩 就想让永强一枪干掉自己 但是永强下不去手啊 你虽然身受重伤 活着挺痛苦 但是我就是下不去手 还好刘英人能 他用自己坚实的胳膊 活活的把记者给勒死了 虽然半途中记者一度后悔 我让你枪决我 你勒死我干啥呀 太痛苦了 俩人拿着相机继续上路 按照照片上的线索 开始寻找宇宙飞船 在半路上遇到了一堆暴走的外星机器人 他们俩躲到了地下室里 在这么危险刺激的情况下 俩人的肾上线垮垮分泌 荷尔蒙如滔滔江水 一发不可收拾 互相眼神就对上了 眼瞅着就要亲到一起了 刘英人一下被宇宙飞船给吸走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拥抱在一起的人只吸走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 你和我拥抱在一起 为什么你要放手 这俩人绝逼不是真爱 永强自己也觉得不对劲了 怎么 我是被外星人嫌弃了吗 抓都不抓我 我烦人都烦到外太空了 等他清醒过来之后 拖着一条天餐腿 夸夸又往前走 在城市里遭遇了蜘蛛机器人 这机器人用膀胱扫了他一眼 又没搭理他 完全是把他给无视了 他被救回了反抗军总部 在说明情况之后 大家对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啥飞船把刘英人劫走了 没有搭理你呢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当他看到黑板上的图画的时候 他的记忆恢复了 啊原来我真是外星人的间谍呀 他们把芯片植入到永强的脊椎 然后跟踪他的行踪 无论他走到哪里 都会有一群机器人尾随 见到人就傻 要不就抓住 唯独不动他 现在这个事已经明白了 反抗军总部也受到了无数机器人的围攻 总部的人员开始迅速撤离 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个民间二手科学家 运用自己的光电学知识 研究出了一个电磁炮 如果能在宇宙飞船下面引爆电磁炮 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些外星机器人 永强的身份是外星人的间谍 机器人不干他 他要将功赎罪一起去完成这个任务 于是一行人推着电磁炮 开始往宇宙飞船进发 这一路上反抗军战士非常英勇的 牺牲了好几个 最后总算是来到了飞船正下方 这里聚集了大量的无辜群众 永强仗着机器人不干自己 在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 狠狠的丢向了机器人 无辜群众受到了永强的鼓舞 开始拿着石头和棍棒攻击机器人 同志们 永强有免死金牌 但是老百姓没有 他们以为会和永强一样不被攻击 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些反抗的人被机器人这顿削 趁着人群大乱的时候 二手科学家引爆了电磁炮 随着一声巨强 电磁炮放出电磁 天空中的宇宙飞船爆炸了 然后全球的机器人都瘫痪了 入侵全世界的机器人 就这么被一个二手科学家给解决了 本片完 我所期待的永强救出刘英人的画面 没有 他们俩果然不是真爱啊 一手二手科学家拯救地球献给大家 天音带小无人鸣 钢铁怪兽 不知情 永强出来我免死 刘英人被掠心不平 宇宙飞船天上飞 无辜群众地上归 二手科学家登场 一发炮弹天明了 快快订阅牛叔叔电影会有更多的精彩推荐哦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